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来在制造过程中十分依赖稀土的F-35这次危险了 此次可能被制裁的是一家名为洛克希德·马丁的公司 作为美国最大的武器生产商 它和美国政府在国防项目上有许多合作 旗下的臭幼工厂素以研制隐形战机和侦察机而闻名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F-35和F-117隐形战斗机 以及UR高空间谍侦察机 除此之外 该公司在软件项目上的发展也处于领先地位 与美国微软公司成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负责美国海军的下一代核动力航母软件 以及国防信息安全系统等的技术升级 由此可见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美军至关重要的合作伙伴 作为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明星隐形战机 F-35是世界上最大的单发单座舰载五代机 配备了先进的电子系统 具有较高的隐身能力和一定的超音速巡航能力 这样先进的战机在制造过程中却十分依赖一种材料 那就是稀土 F-35的隐身涂料里就需要稀土元素的加入 机身上的许多光学传感器 以及机载雷达使用的高性能芯片 也都离不开稀土原料 每架F-35至少需要200公斤稀土才能够制造完成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没有稀土 F-35的性能将会受到极大影响 甚至连能否继续生产都是个问题 稀土是化学元素周期表中 17种金属元素的总称 素有工业黄金之称 由于具有优越的光电磁物理特性 稀土能够与其他材料组成功能各异 种类繁多的新型材料 对产品的质量有很大提升 因此稀土在军事工业上的应用非常广泛 在坦克 飞机和导弹所用的合金材料中加入稀土 可以大幅度提高它们的战术性能 同时稀土也是一些高科技产品的润滑剂 可以说稀土能够给军事科技带来质的飞跃 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稀土储量和出口量最多的国家 美国有80%的稀土都是从中国进口 一旦关键的稀土供应被切断 那么将对美国的军工以及高科技电子产品方面带来巨大打击 其头号武器生产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巨大损失 由于武器生产的零部件十分依赖稀土 稀土进口被限制 将使得武器供应链被切断 原本的生产计划会难以进行 届时美军采购武器装备的成本将会大大增加 甚至后续的武器交付时间会因此推迟也说不定 总的来说 如果真的发动稀土制裁 那么陷入稀土资源危机的美国将会受到巨大负面影响 虽然美国正在积极寻找其他友好国家的帮助 但如果主要稀土出口国 开始在全球范围内限制稀土资源供应 那么美国想从其他国家引进稀土也会更加困难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视频或者想看更多军情动态的朋友们 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诸葛小彻 一起来探讨国内外最新军情动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